HELLO 大家好,我是SODA 今天要跟你們實測的產品呢,是 倩碧的A唇精華 那我手邊的話是有它的小樣 這是在專櫃購入的哦 所以就是絕對是整肉 不用擔心說是假貨的問題 那我會用這瓶倩碧精華呢 搭配偶類的乳霜來做實測 實測總共7天哦 那為什麼會搭配偶類的乳霜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如果測試專櫃的產品 我一定會搭其它是開架式的產品來做實測 因為這樣才會公平啊 才不會說萬一我用了一瓶雅士蘭黛的乳霜好了 那到底是誰的功效呢 到底是倩碧的功效還是雅士蘭黛的功效 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實測的話我一定都是用 這種便宜的啊開架式的產品 就是大家幾乎都有用過 而且我的實測都是在洗完臉卸完妝全素顏 沒有擦任何保養品的狀況下做拍攝給你們看的哦 因為很多保養品包括黑繃帶乳霜 它們裡面都有添加暫時性的那種修飾的粉末 潤色的粉末 它讓你擦上去你的皮膚就瞬間白皙了一階 那黑繃帶還有其他保養品 也有添加一些暫時性填補細紋毛孔的成分 你在擦上去的瞬間你會覺得皮膚變好了 但是呢你去洗完臉之後你就發現 沒了那個只是暫時性的效果而已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實測的話一定要是洗完臉卸完妝才是最真實的狀況 因為太多的保養品都有添加這種修飾型的成分 擦上去皮膚瞬間變好 但是這些都是假象而已哦 所以大家的話這點要特別注意哦 很多保養品都有這樣子的情形 包括像是OLE啊SKII啊 以及很多的貴婦產品都會有加這種 修飾的粉體啊跟暫時性填補細紋毛孔的成分哦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這個是 嗯 廠商不願意告訴你的事情啦 但是我就是嗯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多一些 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錢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測環節囉 哈囉大家今天是實測的第二天 昨天我忘記把它排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第二天開始 那擦完今天冒了一顆痘欸 這個是昨天第一天擦了之後 今天才冒出來的 那其他地方的話 這裡好像也冒了一顆吧 這一顆還蠻小的 那這一顆的話明顯比較大一點 就是覺得它之後可能會火山爆發的那種 但是如果你是擦維生素A類的啊 像什麼A唇 H&A值 通常一開始會有痘痘是正常的現象 所以不用太刻意去介意這一點 那我們就看看之後的結果是怎麼樣吧 好啦那給你們看一下這樣的 這個法令紋的狀況 我覺得 好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哈囉大家 今天是第三天 這一顆鼻子的痘痘還是 有變大的跡象 那這個的話 這一顆有點凸起的 差不多啦 跟昨天應該差不多大小 據我印象來說 但是這一顆變大了 那其他的膚框 差不多 但是感覺法令紋 好像疑似 有變淡的樣子 好像也差不多 我們再觀察久一點吧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哈囉大家今天是第四天 整體膚框呢 跟昨天來說是差不多的 那 這一個啊 被我擠爆的粉刺呢 這一個 特別大的這一點 它沒有留下凹疤 我們皮膚會留疤是因為 膠原蛋白受到破壞 那A唇這個成分呢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肌膚 生成膠原蛋白 所以從學理上來說呢 也是有一些預防疤痕的效果的 那我們再觀察這個疤痕幾天 看看吧 其他的膚框是一樣的 那疤痕可以拿來當參考依據 因為你看我這邊下面有兩個小點 它是 不是只有單純的色素疤喔 它是有一點凹洞的喔 像這個也是 應該是看得出來 它是有凹洞的疤痕 那目前這個更大的傷口 那目前還沒有出現凹洞 那我們就再觀察看看 到底會不會是 倩碧的這個精華帶來的效果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吧 我們明天見 哈囉大家 今天是第五天 膚框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顆啊 本來第一天 第二天的時候 它是擦了這個倩碧的精華 有點蓄勢待發的痘痘 那它已經有點扁下去的情況了 還沒有全扁 但是扁的差不多有八成 那這一顆的話 依舊 兩種大豆 那我們其他膚框差不多 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們之後就以這顆大豆 跟這個豆瓣作為基準點 再去做觀察囉 那我們明天再見 哈囉大家 今天是第六天喔 膚框差不多 那我剛剛觀察這個豆瓣啊 我覺得它真的很平耶 你們看 就是它真的很平 很不錯 它沒有讓我 就是跟這一個啊 下面這兩個一樣 就是留下那種 凹凍 所以我覺得 是鉛筆的精華 還不錯 但是這個豆豆一樣 那這個 新帽的耶 紅色的 那我們 明天再看看它會不會 變大吧 但是我最近都是戴兩層口罩喔 所以會比較悶是正常的 那這一顆的話還是一樣大 只是好像有一點點 畫農的跡象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哈囉大家 今天是 第七天囉 那肅框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那本來這裡有多種一顆豆 對不對 但是它已經不見了 那這顆依舊很大 我覺得這一顆 或許需要擠爆處理 因為它真的就是 不為所動耶 膚況喔 法令紋的話 好像是有淡一點 但是畢竟A唇 它本身就是有經過 美國SDA認可的唇分嘛 那它的抗咒效果當然是無庸置疑 而且雅詩蘭黛集團呢 它們的唇分都給的 很有唇意 所以我對這支精華呢 是還蠻推薦的 而且我覺得它任何膚質都蠻適用的喔 就算你是 比較敏感的肌膚 因為像我之前用OLED的那個 A唇精華呢 我是覺得它稍微有點刺激的 那當然這兩瓶去比成分的話 我是更喜歡倩比的 因為倩比它還有添加更多的抗皺成分 不是只有A唇 然後它還有同時有添加維生素C 美白抗氧化 所以它的功效是更全面的 你想要美白你想要抗勞你想要保濕 一瓶全部滿足你 所以我覺得倩比這一瓶是真的是 推一個可以買 真的是滿有誠意的一個配方 好啦相信大家剛剛都看了實測的部分嘛 那我的實測都是沒有打光的喔 所以就是非常的真實 好那我們實測的結果呢 就是這個倩比的我覺得很值得買 原因是它添加了A唇 A唇是非常有公信力 而且非常厲害的成分 它不僅有抗老美白還有抗痘喔 所以它真的就是非常多功能型的成分 但是小叮叮一下 如果你用的會有敏感現象的話呢 其實是正常反應 那如果還是持續的敏感呢 會建議你兩到三天再用一次 那如果還是有敏感現象 那你就把它的range拉得更廣 你就變成四到五天一次 那像我自己用這一支 下也是覺得非常溫和 比我用過的開架的一些 黑唇的精華都來的更溫和 所以我覺得說它比開架的再貴一點 是貴的有道理的 那它的成分也是 非常的讚 如果你還沒看過它的成分分析的話 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記得去看一下喔 我會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還有影片的這邊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千幣的實測 就先到這邊囉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很值得買的產品 它的成分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良心 如果有任何問題啊 或者是想要對我說的話 都可以直接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